包厢的大门被推开 一排帅气的服务员出现在我面前 我的妈呀 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异性在我面前鞠躬问好 我揉了揉昏花的眼睛 指了指靠近门口的那个看起来 袖色可参的 穿着白衬衫的小奶狗 我想要他的微信哎 堂堂 来 干杯 喝了这杯酒 忘了那个狗男人 他配不上你 闺蜜一副义愤填膺 大意凛然的样子 我端起酒杯 轻轻的抿了一口 有点辣啊 确实应该好好的醉醉 做了十年的梦 我也该醒醒了 虽然早就预料到结果 可是这失恋的感觉依旧该死的难受 酒一杯杯的下肚 面前的人开始隐隐重重 我的脑袋也轻飘飘的 姐妹 为了你 今天我可是下了血本了 闺蜜说着打了个响指 只见包厢的大门被推开 一排帅气的服务员出现在我面前 战旗 鞠躬 堂姐好 闺蜜开心的拍着手 问我怎么样堂堂 我够意思吧 够不够有牌面 够不够惊喜 我可是求了经理好久才让全店的服务员 多来给你找自信 那个男人算什么 说吧 我的闺蜜乐乐冲着他们喊道 今天就是夸我们堂姐 用尽你们毕生的词汇 给我夸她 谁夸的好听 有赏金 我揉了揉昏花的眼睛 指了指靠近门口的那个看起来 秀色可参的 穿着白衬衫的小奶狗让她夸我吧 我就想听最帅的夸我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被冤种闺蜜拉到KTV的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桌子上已经摆满了花花绿绿的酒 其实今天是我分手的第一天 刚谈了两天恋爱我就被甩了 原因是我男朋友的初恋加白月光回来了 如果从出生开始算的话 我跟前男友沈潮已经认识了28年 大概青梅从来都敌不过天降 沈潮追了她的白月光送交十年 而我也做了她十年的舔狗 在沈潮那里 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她的白月光一回头 我都会输得一败涂地 摇了摇脑袋 不管了 我现在就是想快乐 我要她 啊 要不堂堂你换一个 她 闺蜜还想说什么 却被我一把打断 我眯起眼睛面露不悦 怎么你要给我找自信的 现在你舍不得钱了 不是啊 你可是我滴滴轻轻的好闺蜜 我怎么会舍不得钱呢 那就行 我直接上前拽住小奶狗干净的白衬衫 小奶狗低着头 耳朵红红的 站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 然后场面就混乱了起来 经理满头大汗地跑过来 跟我说这个人不是服务员 不能过来一起胡闹 我一听就瞬间炸毛了 看不起人 是觉得我付不起钱吗 我不管不顾地打开微信展示我的余额 并且当场表示要转账 我拉起小奶狗的手 一脸严肃地问她够不够 小奶狗眼睛红红的 羞涩地点了点头 够 够了 够了就行 小奶狗长得真是好看 又奶又乖 一说话就脸红 我关掉音乐 顺带把我的冤种闺蜜 也赶出了房间 唐 小姐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似乎吓到这个帅气的小弟弟了 说 今天你必须说出我108个优点 给姐姐展示展示你赞美人的功力 钱都花了 不好好享受一下 那真是太亏了 姐姐 我 我真不会啊 小奶狗红着眼睛 声音嘶哑 啊 这 算了 长得帅也行 那你会玩游戏吗 我 不会 恕我直言 这家KTV真的不行 员工不培训就上岗吗 甜言蜜语不会说 游戏也是一个都不会玩 除了长得好看 其他的一无是处啊 可是这钱也不能白花 不会没关系 还是可以教的 我眨了眨眼睛 勾起唇角 把手指放在他的唇边 嘘 别说话 看着我 我歪着头 勾起他的脖子 这么近的距离 我能听见他咽口水的声音 他真的好乖 听话的注视着我的眼睛 你多大了 二十 二 才二十二岁啊 这么年轻又这么好看 天天过来上夜班 一定是家里遇到什么困难了吧 真可怜 我心里暗自决定 等会儿多给小奶狗一点小费 姐姐好看吗 我寻寻善用 这种涉事卫生的小奶狗 唯一拿一个准 好 看 他似乎有些紧张 耳垂红红的 好可爱 谈过恋爱吗 没有 有 没事 除了沈潮 我也没谈过 这不重要 要不要跟姐姐玩一个游戏 男孩的眼眸中充满了雾气 像是森林中受惊的小鹿 好像受到蛊惑一般 呆呆地回答 好 我从口袋里翻出用彩色透明纸包裹的糖 因为整天待在画室里 经常会忙到忘记吃饭 为了防止滴血糖 沈潮会变招法地送我各种口味的糖果 这一款 是我最喜欢的 告诉姐姐 你喜欢哪个口味 我继续蛊惑着说着 苹果的 真乖 我也最喜欢苹果味的 帮姐姐包开 可以吗 这个小奶狗 不光长得好看 手也这么赏心悦目 她伸出修长的手指 慢慢地包开糖果纸 喂我 弟弟听话地把清苹果味的糖 喂到我的嘴里 她似乎很紧张 好看的食指触碰到了我的唇 有点凉凉的 酒精的后劲上来了 看着面前的小帅哥 我好想亲一口 闭上眼睛 在她闭眼的那一刻 我直接就吻了上去 小奶狗的嘴唇好软啊 像果冻一样 糖果混合着酒精的气息 喷洒在脸上 我看见她长耳卷的睫毛 微微颤抖 又可怜又可爱 过了许久 直到糖化了 我才把她放开 轻笑着问道 甜吗 甜 小奶狗的耳朵更红了 我不怀好意地趴在她的脖梗间 吐出一阵灼热的气息 是糖果甜 还是姐姐甜 嗯 姐姐 甜 还没等我更进一步 我的脑袋就一阵眩晕 然后呕的一声 我抱着垃圾桶 很不哑观地就吐了起来 后面就意识模糊了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恶醒的 意识回笼 我睁开眼睛 眼前的景象让我恨不得当场去世 我床上出现了一个 异性 这位男孩子一脸忧怨地望着我 眼眶红红的声音嘶哑 仿佛下一刻就要哭出来了 姐姐 早上好 啊 早上好 我僵硬了扯了扯嘴角 回答道 你怎么在我家 姐姐不记得昨天的事情了吗 昨天 我使劲拍了拍脑袋 零零碎碎地记得我貌似在 KTV 欺了一个被固来夸我的服务员 但是为什么这个弟弟会出现在我家里 我竟然一点也想不起来 看男孩子的表情 情况已经很明显了 我硬拽着人家回来的 我尬笑一声 收回放在他腹肌的手 哇 弟弟你黑眼圈好重啊 没睡好吗 要不要再睡一会儿 我昨天晚上没睡觉 为什么 姐姐你睡觉的时候一直骂人 还说要弄死我 我害怕 小奶狗一脸惊慌 弱弱地拉了拉被子的一脚 似乎我真的是恶霸一样 救命 我不是我没有 我真的温柔淑女来着 姐姐 我可以用你的浴室洗个澡吗 昨天你全吐我身上了 我瞟了一眼 他衣服上的呕吐痕迹 心虚地挥了挥手 去吧去吧 随便用 在小奶狗走进浴室的一瞬间 我拨通了宋迦乐的电话 昨天怎么回事 我的床上怎么会有一个男人 大姐 你干的什么事你不知道 你跟恶霸一样 非要拉着人家回家 还吐了人家一身 边吐还边要揍人家 说人家负心汉 那 你也不劝着我点 你跟个牛一样 谁劝你你都要跟人家拼命 我咽了咽口水 弱弱地开口道 乐乐 帮我问问你家大律师 我这算不算非法囚禁罪啊 算的话要判多少年 电话那便传来宋迦乐抓狂的声音 周深 大早上你发什么情 放开我 先跟堂堂说判多少年啊 只见一个漠然的声音响起 五年 然后电话的嘟嘟嘟盲音声 就传了出来 众色轻有 突然 一阵敲门声响起 我打开门 以为是自己刚刚点的早餐外卖送到了 没想到 站在门口的男人是沈潮 堂堂 昨天接电话的那个男人是谁 沈潮一脸关切的问道 关你什么事 一个优秀的前任就应该跟死了一样 就在这时 浴室的门毫无预兆地打开了 一个仅仅用浴巾包裹下半身着男人走了出来 你怎么不穿衣服就出来了 我有些尴尬扯了扯嘴角 说实话 被前男友看到这一幕 挺难为情的 我衣服上全是姐姐昨天弄上去的口红 已经没法穿了 沈潮的面色不太好看 拉着我的手想要出去 堂堂 离开我你就找了这样的人 那是我的事情 我的语气平淡地回答 我没说气话 在他选择送交的那一刻 我就彻底死心了 舔狗归舔狗 之前舔是因为他值的 但是现在 他不值了 更何况 我对有女朋友的男人也不会有任何兴趣 沈潮面色一僵 似乎有些不可置信 就在此时 我的腰间突然多一只温热的大手 整个人被小奶狗揽在怀里 我这才仔细看清 面前男孩的长相 高挺的鼻梁 薄薄的嘴唇 带着一股小狼狗的气息 这种长相应该很受小女孩的欢迎吧 姐姐 这就是你前男友吗 看上去 不太行呀 小奶狗把下巴贴在我的脖子中间 揶揄的说道 我本想推开他 但是沈潮吃笔 我还是比较乐意看到的 你 沈潮似乎真的被气到了 立马就转身面色铁青的离开了 要不这些你都拿走吧 我想一个人静静 我立马推开了小奶狗 疲惫的揉了揉太阳穴 指了指桌子上的外卖 对小奶狗说道 姐姐昨天对我做了那样的事情 一顿早餐就想打发我吗 小奶狗把我点的外卖放到餐桌上 全然不顾身为主人的我 自顾自的优雅的吃了起来 我突然觉得 小奶狗远远没有我看上去的那么单纯 我看了一眼自己的微信余额 试探性的问道 你想要多少 开个价吧 小奶狗面色一僵硬 喝豆浆的动作都停顿了一下 我应该是说到他心坛里了 这就绷不住了 果然还是太嫩了 不枉我混迹社会多年 这种刚入社会的小男孩 我一拿捏一个准 姐姐打算给我多少 我伸出手比了一个三字 三万吗 那好吧 姐姐加我微信转账吧 其实我想说的是三千 三万块她也真敢说 现在这行情已经那么贵了吗 那个可以分期付款吗 可以啊 加上微信 我直接扫了微信转账了 5000给她 并且表示每个月再会给她转账 姐姐 记住我的名字 我叫顾玉 我给顾玉拿了一件 我穿过了超大号的T恤给她 她丝毫不带扭腻地穿在了身上 那件我平时穿几乎能遮住大腿的衣服 穿在顾玉身上竟然还有些小 顾玉吃完早饭 很听话的就离开了 没有等我缓一口气 我编辑的夺命连环靠就打了过来 我深呼一口气 然后接通了电话 堂堂 你交的稿子呢 还有诗境男主角的定稿图 那边作者不满意 你再改改吧 听到这里 我一口老血憋在肚子里 诗境那张图我画了三个月 我已经不想改了 刚准备拒绝想到了倩顾玉的两万五 我又把话咽了回去 那边哪个地方不满意 我再改改 我揉了揉太阳穴 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 她说要亲自跟你面谈 我把她的电话发给你 正好你们两个都在C市 好 诗境作者的笔名叫唐恒田 一听就是个萌妹子 我不通电话 接电话的却是一个男人 喂 你好 我想找一下作者唐恒田 我就是 电话那边传来低沉 而又沙哑的声音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个用着甜妹笔名 写恐怖少女灵异小说的作者 竟然是一个声音 有些禁欲的男人 先生您好 我是诗境漫改的作者 您看您什么时候有空 我们约个时间交流一下 关于男主形象的问题 下周三吧 下午三点 AC咖啡厅 好的 从声音来看 对方有些高冷 说话简洁 应该不是很难缠的人 我最喜欢跟这种不拖泥带水的人打交道 就在这时微信公众号谈出一条消息 K大吉将迎来百年校庆 我才突然想起来 前两天大学的老师问 我有没有空母校一百年校庆 想要优秀毕业生作品展示 毕竟是曾经的恩师 既然开口了 我也没办法拒绝 老师说要一幅裸体人像油画 给学弟学妹们做做榜样 自从毕业之后 我接的都是商业用稿 大多都是游戏公司和漫画的 我已经很久没有画过人体画了 眼看跟老师约定的期限就要到了 一时半会这模特还真是有些不好找 于是我打电话给我那亲爱的好闺蜜 问她能不能给我找一个裸模 宋佳乐很爽快地答应我说 一定会给我找一个身材好 八块腹肌 价格公道的模特 不一会那便就有了回复 堂堂 给你找到了 下午三点应该就能过去 一下午收费三百块钱 你可要好好画 嘿嘿 画不完晚上接着画也行 说不定还能好好深入交流 我无语 还深入交流 要啥自行车啊 难道昨天被坑的还不够惨吗 我的冤种闺蜜给我打电话 说模特到了的时候 我正在收拾画室 不得不说 宋佳乐那个死女人 有时候还挺靠谱的 这个速度 我属实是没想到的 为了方便模特躺着 我还把客厅里的踏踏米搬了进去 我听见外面有人按门铃 以为是模特过来了 没想到外面站着的却是审潮 你来干嘛 堂堂 你怎么把我的电话还有微信都拉黑了 审潮一脸难过 声音温柔 一副深情款款的样子 不知道人还以为是我甩了他呢 宋娇说想见见你 都是老同学了 今晚八点 我们在一品拘定了位置 希望你能过来 我知道了 堂堂 那你会去吗 那是我的事情 我语气冷淡 直接关上门 这不是废话吗 我当然不会回去啊 几分钟后 门铃再次响起 我皱了皱眉头 不耐烦地打开门 我以为又是审潮 没想到外面站着的坑了我三万块钱的小奶狗 顾玉 她今天穿着休闲的白色运动服 看起来好像更嫩了 姐姐 真巧 又见面了呢 顾玉漂亮的脸上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 但是我真的笑不出来 你不会就是宋迦乐那个死女人给我找的模特吧 确实是一位信送的小姐让我过来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 真是离谱啊 我绝不相信这是个巧合 我那亲爱的闺蜜真是对我太好了 也许是看到我的脸色十分不好看 顾玉眨了眨眼睛 露出一颗可爱的虎牙 姐姐是不希望见到我吗 送小姐来找我的时候 我是因为对方是姐姐才愿意过来的呢 她说的还怪感人的 我用力地扯了扯嘴角 露出一个看起来表示热烈欢迎的微笑 怎么会呢 进来吧 其实在刚刚开门的一瞬间 我的大脑飞速地运转着 经过计算 顾玉应该是所有便宜模特里身材最好的 所有身材好的模特里最便宜的 而且这个顾玉应该是家里很困难 我就当做好事了 这份钱谁挣不是挣呢 况且她长得这么好看 画起来也更赏心悦目呢 于是我把她带进画室 你先准备一下 躺在那个踏踏米上就行了 说完我就转过身去调整画板 想找一个合适的角度和光线 调好光线后 我的眼神由上而下地打亮了一下 面前的男孩 随意地说道 脱吧 顾玉面色一僵 耳朵瞬间红了起来 我看她站在那里扭扭捏捏 不由得面露不悦 没有跟你说流程 说了 顾玉眼外微红 声音嘶哑 她慢慢地解开那仙尘不染的 白衬衫的扭扣 露出性感的排列整齐的八块腹肌 我挑了挑眉 不由得满一地点了点头 这三百块钱 真的很值啊 这么害羞 我一看就知道她这是第一次 我决定 如果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我一定给她开五百 看着顾玉羞涩而又紧张的样子 我决定给她倒杯水 缓和一下心情 为艺术现身吗 这种事情多做几次 习惯就好了 我到碗水回到画室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彻底的错了 什么狗屁害羞 顾玉已经脱得只剩下一个内裤了 在她下一步动作之前 我惊恐地上前 按住她的手 你干嘛 这家伙衣服脱得也太快了吧 也不说一声 故意被我打断动作 白镜而又好看的脸上充满的疑惑 不是画人体吗 衣服不用脱光吗 你先躺上去 手撑着头就行 我可没说过内裤也要脱啊 我怀疑这个家伙被宋迦勒那个女人骗了 300块钱这活都接 再脱下去那可就是另外的价钱了 顾玉抿了抿唇 似乎在思考什么 然后乖乖地躺在了上面 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白色绸缎 盖在她的身上 绸缎绵绵练丝滑 盖在顾玉身上 她简直就像是男版的维纳斯 我满意地点点头 这个模特真的是经济实惠 不过我确实是第一次 独自一人画男模特 确实有些紧张 而且还是昨天躺在我床上的男人 很难不尴尬 姐姐不要一直看着我可以吗 顾玉神色如常地躺在那里 倒是比我坦荡 反而显得我小家子气 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 我开始找话题让她放松一下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 长得这么好看竟然没有女朋友 有喜欢的人吗 有 我拿起画笔 开始勾勒献稿 怎么不表白呢 顾玉没有说话 而是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向我 我突然想到 她是KTV的服务生 肯定是因为自卑 不敢跟喜欢的女孩子表白 一想到自己竟然戳到人家的痛处 我面露歉意地朝她看了一眼 其实你不用自卑的 你长得这么帅 身材又这么好 就算是工作容易被人占便宜 我话还没说完 只见顾玉的脸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黑了下来 她又喜欢的人了 顾玉打断了我 她好像生气了 我也没再说下去 她真是一个很静止的模特 整整三个小时硬是没动一下 这么好用的模特 我一定要介绍给工作室里 那几个整天抱怨着模特难找的小姑娘们 她们都是刚毕业的学生 像顾玉这种 应该是最受小姑娘欢迎的 你把衣服穿上吧 先去客厅等我一会 等一下我把公子微信发给你 等我处理好稿子出来的时候 顾玉已经穿好衣服 坐在沙发上 她的手里拿着我的画册 那是诗镜的手稿 这东西可不能乱看 这个图要是流传出去 我三个月就白干了 你不要乱动我的东西 因为紧张 我的语气有些不好 姐姐画的是诗镜吗 顾玉瞟了一眼画册 露出了一个高深莫测的表情 你怎么知道 你也是诗镜的粉丝 就是一张喜福嫁衣丧失图 铁粉也不一定能看出来吧 嗯 不过姐姐这个男主角画的有问题 顾玉随意的说着 我瞬间睁大眼睛 心里不可抑制的狂喜 难道我这是碰见万年铁粉了 一眼就能看出来男主角有问题 顾玉 你快告诉我 男主角哪里有问题 下周就要见原作者了 唐很甜了 要是能搞清楚问题的关键 不至于到时候会背的同事 他们最近也在找裸体模特 我知道你缺钱 看在我的面子上 他们给的报酬一定会非常不错的 说完就静止走到画室里 去改我的稿子 现在的我文思泉涌 当我画到一半的时候 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看到被注时 我画画的手瞬间的抖了一下 卧槽 那个高 冷作者怎么打过来了 不是上午刚刚联系过吗 喂 唐很甜先生您好 请问打电话有什么事情吗 晚上七点 我在咖啡厅等你 那边传来清冷而又凉薄的声音 会不会 太早了点 我话还没说完 那边就挂断了电话 他怎么可以这么嚣张 七点钟 还有不到两个小时 我烦躁地揉了揉头发 然后任命地穿上风衣 简单地化了一个妆 开着车就出门了 我真的不是怕他 我是想赶快订岗拿钱 我一路踩着油门 如约来到咖啡厅 没想到竟然碰见了顾玉 他怎么在这里 这个咖啡厅的东西可不便宜 当一周的模特 也不宜够在这里喝一口啊 他不会是被富婆包养了吧 反正我跟他也不熟 待会万一 要是见到他的金主 一定会很尴尬 所以我决定不去打招呼 放眼望去 这里除了顾玉一个人也没有 我皱了皱眉头 心里暗暗吐槽 这个作者真不守时 还有三分钟就七点了 顾玉看见我 朝我招了招手 示意我过去 我摇了摇头表示拒绝 这种情况下还是装作 不认识比较好 直到极其诡异第一幕 出现在我的眼前 只见顾玉拿起手机 好像拨通了谁的电话 而与此同时 我的手机显示那个 十分嚣张的作者来电话了 不会吧 这怎么可能 我接通电话 只见那边传来一阵轻笑声 姐姐现在可以过来了吗 我坐到顾玉面前的时候 整个人还是猛逼的状态 顾玉是我点的KTV男模 她还撕接裸体模特的活 我以为她是个绅士可怜 家境贫寒的小可怜 原来小丑竟然是我自己 诗境可是灵异小说 全国热销榜第一 别说来这里喝咖啡了 就是买下整个咖啡厅那 也是眼皮不带台一下的 姐姐很惊讶 顾玉似笑非笑地望着我 岂止是惊讶 简直快惊掉我的下巴了 还好 就是觉得顾先生爱好有点特殊 我战术性地喝了一口水 尴尬地说道 既然不缺钱 那在KTV那不是爱好是什么 有钱人真会玩 而且还空了我三万块钱 姐姐到现在还没有认出来 我妈 顾玉面色有些不好看 似乎是生气了 我们之前认识吗 我疑惑地眨了眨眼睛 我怎么可能会认识 这么牛逼的作者 真令人伤心呢 姐姐彻底地把我忘记了 七年前 姐姐还给我补过课呢 七年前 上课的那不是宋家乐的远房表弟 我瞪大眼睛 不敢相信 顾二 顾玉笑着点了点头 你都长这么大了 我记得给他补课的时候 他还是个不到一米六的小屁孩 现在都长这么高了 而且还这么帅 不过想想也是 不课那都是上大学时候的事情了 那时候我才二十岁 顾二 你去KTV做男模你姐知道吗 就是我姐把我亲手送给你的啊 不然你怎么会点到我 故意露出一个高深莫测的笑容 对啊 宋家乐当时看着我点的 而且裸模也是他给我找的 我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宋家乐 到底是把他弟弟卖给了我 还是把我卖给了他弟弟 反正就是一个字 丧心病狂 所以 你早就知道是我在画你写的书 不是 今天才知道 所以这就来见姐姐了 顾玉说着 竟然露出一个羞涩的笑容 其实如果早就知道姐姐在画我的书 我就不用费这么大的心思 都这么大一圈了 姐姐 我不是那个青涩懵懂小男孩了 现在取得的成绩只是想能配得上你 从KTV到帮姐姐做模特 都不是巧合 就是为了靠近你 堂堂 给我一个机会可以吗 我已经喜欢了你七年了 轰的一声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我竟然被一个小屁孩表白了 甚至 我还没出息的脸红了 一时之间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然后竟然脱口而出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的钱 我真是没救了 请让翠果打烂我的嘴 因为我不想姐姐见一面 就把我忘掉了 我堂姐说 你会记住骗你钱的男人 我 他说的没错 男人可以骗我感情 不能骗我的钱 宋家乐真是好歹毒的女人啊 顾玉神秘莫测的勾唇一笑 然后手机就把钱赚了回来 然后我鬼迷心窍的就收了 收完我才发现 他多按了一个零 他给我转了五万 你多按了一个零 我知道 姐姐留着吧 就当先付一点彩礼吧 我 现在小孩都这么直白吗 这钱我当然不能要 给他转回了四万五 他却直接退回了 我决定等会儿回去找宋家乐 那个女人算账的时候 让他转交给顾玉 姐姐陪我吃个晚饭吧 我们聊聊关于施敬男主角的问题 好 面对金主爸爸 我也只有顺从的份 在一品居碰见沈潮跟宋娇的时候 我才想起来今天下午他们两个约我吃饭的事情 堂堂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宋娇一袭白色长裙 上前轻易地挽着我的胳膊 我能说这是巧合吗 我真的不是来找你们的 你好 我是他男朋友 我叫顾玉 顾玉礼貌而又友好的向沈潮伸出手 你好 沈潮的表情不是很好看 宋娇倒是笑得一脸开心 这顿饭全程吃得很尴尬 不知道为什么沈潮和宋娇两个人突然吵了起来 宋娇直接生气地甩手就走了 沈潮也追了过去 只留下我和顾玉两个人 今天早上你是不是在门口听到什么了 我感觉顾玉带我来这里 吃饭绝不是巧合 姐姐亲我一口我就告诉你 不说算了 吃过饭 服务员递过来账单的时候 我才惊觉 刚刚沈潮跟宋娇吵架没付钱就走了 我看了一眼顾玉 发现她的手放在桌子上撑着脸 笑得一脸灿烂地望着我 多谢姐姐请我吃饭了 我含泪亮出手机二维码给服务员 这顿饭吃得让我心中欲解啊 姐姐怎么垂头丧气的 我刚刚没吃饱 姐姐再陪我去一顿吧 这顿我请哦 顾玉微笑时露出右边的一颗虎牙 像极了一只等待主人抚摸的大狗狗 其实我也没吃饱 况且刚刚那种情况 我怎么可能吃得下去 或许是今天的夜色真的很美 照得顾玉的眼睛 亮亮的 我鬼使神拆的答应了 但是没想到她会带我来这家店 又是你姐告诉你的 别告诉我 这也是巧合 此刻我已经笃定 我已经被宋佳乐那个女人给彻底的卖了 这个烧烤摊是从我大学开始就经常来的 做川菜非常的正宗 每次都觉得辣得很爽 堂堂姐姐你终于来了 我都好久没有见过你了 原来你跟顾玉哥哥认识啊 小橙子一脸欣喜的给我倒了杯水 语气里满是激动 你认识她 对啊 顾玉哥哥人很好的 经常来这里吃饭 原来她也喜欢这家店 所以刚刚是我自作多情了 好尴尬啊 小橙子 要份一麻辣小龙虾 一份跑鱼 两份跑赤 再来两瓶可乐 顾玉的声音清凉 混合着夏夜的风 我竟然觉得该死的好听 果然烧烤配可乐 才是夏天的味道 顾玉点的刚好都是我喜欢吃的 没想到 顾玉这种把白衬衫穿得鲜尘不染的大作家 也喜欢吃鹿 鞭摊 这接地气的样子 我看她更加顺眼了几分 菜上完的时候 她没怎么吃 而是一边喝着可乐一边盯着我 你怎么不吃 姐姐吃吧 我不饿 借着微弱的灯光 我看见顾玉的嘴巴被辣得红红的 不能吃辣 这就是传说中的又菜又爱吃 看着那红通通的嘴巴 原谅我不厚道地笑了来 突然 隔壁桌子一阵争吵响起 你别碰我 女孩站起身 推开把手放在自己背上的男人 男人长得又高又胖 足足有女孩两个个头这么大 她醉醺醺地上前搭讪 被推开的手再次抓了上去 哥看上你是你的福气 那人骂骂咧咧的 扇了那个女孩一巴掌 我听见九瓶碎裂的声音 场面开始混乱起来 那个女孩 被男人抓着头发在地上拖着 与其共同施暴的还有三个男人 现在是晚上十点钟 烧烤摊坐满了人 但却没有一个人上前动一下 我想冲上去把女孩拉出斗殴的中心 站起身的一瞬间 顾玉一把搂了住我 把我拉到离门口五十米远的大树后面 姐姐别慌 用我的手机报警 顾玉摸了摸我的头 温柔地笑着 说完就要走过去 我拽住了她的衣角 那是四个身材 壮硕最久 毫无理智的男人 我张了张嘴 但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顾玉握着我的手 她掌心的热肚灼的 我浑身都热了起来 姐姐相信我 顾玉拍了拍一个围观男人的肩膀 两个人似乎眼神中传递着我看不懂的东西 那个男人跟他一起上前阻止了 我站在树下 亲眼看见顾玉推开施暴的 伸手护住女孩的头 但却被另一个男人狠狠地踹了一脚 两个人毫无疑问是打不赢四个人的 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 警察来的时候 醉酒四个醉酒的男人已经被制服 我看着坐在地上的顾玉 尽管那张脸上有些狼狈 但那双清澈的眼眸仿佛星辰般闪耀 我在想 如果今天跟他来这里的人是沈潮 大概会理智一点吧 想想又觉得好笑 沈潮怎么会来这种地方吃饭呢 姐姐在看什么 你刚刚不怕吗 我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他 怕啊 但是我更怕我不在的时候 姐姐遇见那样的事情 没有人出手 看着他真诚的眼睛 我的心脏仿佛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捏了一下 酥酥麻麻的 做完笔录 走出警局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12点了 我抬头看了一眼漆黑的天空 一弯月亮挂在头顶 姐姐在干嘛 我在看月亮 那我也在看我的月亮 说着 她大步地走在我面前 用头抵在我的额前 幽深的双眸直勾勾地望着我 这个距离我能感受到唇边她呼出的热气 姐姐 我今天这么帅 你有没有想做我女朋友 顾玉 你很好 但是我现在不想谈恋爱 我们之前差的也太多了 我勾唇一笑 顺势勾住了她的脖梗 说不动心是假的 但是说实话 虽然我不爱审潮了 可是我还没办法这么快地进入下一段感情 顾玉浑身微微颤动 性感的喉结动了动 她伸出手撩起我的发丝 缠绕在骨节分明的手指上 姐姐 我可以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吗 你喜欢什么样子我都可以做到 嗯 起码要八块腹肌吧 你刚六块 少了点 我趴在她的耳边 暧昧地轻声回答 顾玉瞬间涨红了脸 薄唇清明 眼底闪过一抹危险的气息 她靠得愈发 近了 姐姐的胃口可真不小 我勾唇一笑 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晚上十二点半 医院依旧灯火通明 我给顾玉安排了一个全身检查 毕竟她实实在在地挨几拳 虽然表面上看不太出来 但是万一要有个好歹 宋佳乐会放过我的 初步判断腿应该是扭伤了 医生安排了住院 其他结果还要等几个小时才出来 我先回去了 有空再来看你 姐姐明天来吗 当然 如果明天没什么事的话 我明天肯定是有事啊 宋佳乐天天这么闲 就让她来亲自照顾自己的弟弟吧 我记得诗境的定稿图 姐姐还莫过审的对吧 我想吃你楼下早餐店的水煎包 姐姐会满足我这个微不足道的愿望对吧 故意有恃无恐的躺在那里 随意的说道 这家伙竟然敢威胁我 我扯了扯嘴角 露出一抹大大的微笑 当然 明天我就开车给你送过来 我以为只是一份早餐 谁知道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我的好闺蜜 义正言辞的批判说应该对她的弟弟负责 我的编辑给我打电话说 让我好好伺候这个大作家 后面还有很多会合作的地方 故意吃着我喂过去的粥 挑眉笑道 姐姐 太烫了 吹一下可以吗 我 好嘞哥 我吹一下 别烫到我们的大作家了 我把化室 搬到了病房 每天虚心请教顾大作家 姐姐 二十分钟已经过去了 不要谈工作的事情了 我是病人需要休息 我怀疑顾玉十分记仇 而且我有证据 为什么是二十分钟 我辛辛苦苦端茶倒水 就得到短短的二十分钟 苍天啊 这孩子是周八匹转世吧 顾玉终于出院了 真是普天同庆 我的脑海里一直回想着经典歌词 今天是个好日子啊 不光是我不用再去照顾顾玉 诗境也已经订稿 合同也签得差不多了 不出意外 我和顾大作家 可以就此开阔天空 一别两宽了 很快生活又步入了正轨 合同下来了工作室 又开始忙得连轴转 第一笔稿费到账的时候 我美滋滋的给工作室 所有员工点了份外卖 不过我的编辑休产假去了 最近我要换一个新编辑 听说对方是个年轻有为的小帅哥 嗨 这种彩色双收的事情 竟然落到我的头上了 我期待着 当门被推开的那一刻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走了进来 让我看清那个人的面貌时 我的脑子有一瞬间的死机 姐姐 以后就请多多关照了 故意笑得一脸绅士 彬彬有礼的向我伸出了手 好吧 我认栽了 不逃避了 臭弟弟 若干年后的某一天 五岁的儿子指着书房墙上的画像问我 妈妈 这个画里面的人好像爸爸 那是就是你爸爸哦 为什么两幅一模一样的啊 我看一眼墙壁 不由的无奈的笑了笑 为什么有两幅 因为结婚之后 故意始终耿耿于怀我当初只顾着画画 完全把他当成工具人的事情 在他的要求下 我又画一幅一模一样的 妈妈 你还没说为什么有两幅一样的呢 小宝又问了一遍 因为你爸爸爱臭美啊 想要妈妈画两幅 小宝似懂非懂弟点了点头 妈咪 今天爸爸不回家 我们可以吃超级辣的麻辣小龙虾吗 爸爸好笨 每次都被辣哭 都不如小宝 当然可以 我宠溺的摸了摸儿子的小脑袋 突然一起 多年前 那个剩下洒烤摊上 路灯下那个被辣的 嘴巴红红的男孩的脸 其实后来我才知道 故意不喜欢吃小龙虾 更吃不了辣 要吃大蒜 再吃大蒜 还是要吃大蒜 还是要吃大蒜